接下来的区里走透透单元要带您来认识文山区新光里 来到文山区新光里拥有便利的万芳医院捷运站 不管是警察专科学校、国小以及高中、国中 邻近医院、捷运、外加、学区让这里生活便利 当然新光里最有特色的 莫过于位在于新德路上的传统市场 不管是生鲜鱼货还是新鲜蔬菜 吃的喝的用的买的在这里都以应俱全 新光里在我们文山区这边 属于当然很多老旧的社区 当然里面的一体设施有万芳医院 还有我们的万芳医院捷运站 还有警察学校 还有新华国小、万芳高国中 当然最具特色的就是我们有一个新德的传统市场 它里面卖的东西里面满目都有 最新鲜的鱼、虾、肉类通通都有 这个是非常的盛行 大致上我们周边的几个里都来这边做采购 虽然新光里生活交通便利 不过里内比较缺乏休闲活动空间 而新德路47巷内有一块国有财产局将近300坪荒废的停车场控地 里长也积极请立委及议员协助 向产发局争取设置绿美化 变成一座小型公园 让里面们有更多可以散布的好去处 有一处就是万芳路跟新荣路三段 那边转角处有一个小型的公园 毕竟也是只有那个小小的公园 所以说我积极也透过立委 赖委员这边 还有我们议员这边在极力的争取 争取我们新德路47巷这边 来做一个绿美化 做一个小型公园 它土地原属于国有财产局的 那现在透过财报机在协助 所以今年度应该可以完成 而新光里也有许多老旧社区 里长说有不少里民想都更改善居住品质 而大厅三村这里一百多个住户 都是四十年以上的老旧公寓 一年多前由都更处发起说明会 再由住户成立委员会 公开投票找建商 整个过程透明化 让这里目前的都更率达到九成 住户这边 这是属于新德路这边 53巷附近的大厅三村 透过李明他们的 他们积极的一直反应 要我来做协助的工作 当然我们就有透过都更处 公家的长官来做过两次的说明会之后 让李明他们都了解说自己的福利 杜根的信任度就会提升 当然就选出住户代表之后 我们就开始来设立网站公开招标 公开招标之后有住户他们每个人同意 来做投票的工作来招商 招商之后有我们的建商 跟我们所有的住户来一起来谈竹根 所以说成功率可能就会比较好一点 遇到现在的进度应该有90%以上 里长洪正平仔细登记巡守队的名册 连任第三届的他不只积极替李明争取福利建设 身为在地人的洪正平说 他把李明们当成是自家人一样用心对待 平常也举办许多活动增进彼此之间的交流 中间亚特别新闻李一如财富等